等下一个问题 恳请导师用最精力 记忆懂的言语 为我们宣明 什么是执着分别和妄想 那我要问你 你起心动念 为不为自己想 为自己 这就是分别之处 你起心动念 为不为别人想 为别人想 也是起心动念 睁开眼睛 起心动念 你的眼睛一睁开 就像镜子照外面经济 这时候没有起心 没有动念 这是正知正解 我看到这边是山 这边是书 已经起心动念 我看到那里来了一个人 起心动念 这个人是好人 是卧人 已经有分别有执着了 不起心动念 不分别不执着 心向一面镜子 外面经济清清楚楚 明明了了 自己确实 一念不执着 明明了了是智慧 就是自性里面的不入智慧 如如不动 是自性本定 就是六族开悟的时候 所说的 何其自性 本无动摇 外面为什么 是有现象 现象是新变现 何其自性 能生万法 你到这个境界 你才知道 不到这个境界 你很难懂 那么现在你要问我 我用最简单的方法 教给你 你对于一切人 一切四一切五 不要在意 不要放在心上 所有一切法 都是平等 你把你的烦恼吸气 要舍掉 这个我喜欢 这个心错误的 舍掉 那个我讨厌 也舍掉 这个我看得顺眼 舍掉 那个看不顺眼 也舍掉 永远保持你的心 像一面镜子一样 这就对了 这是真修行 这种事情 简单单单几句话的时候 只有像慧能那样的人 可以领悟 一般上中下根都不行 都要在经教里的 很长时间的宣修 慢慢才体会 慢慢才觉悟到 说速成般 做不到的 你是上上根基的人 自然是速成般 不是上上根基的人 办不到 这个道理要懂 为学为道 欲速则不达 想很快成就 是做不到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它被车 有点